新年到来就要换掉旧的日历 2016年的宜兰县社区日历已经制作完成 文化局今天发表12个月 12个社区365个故事 要陪着大家一起度过2016年的每一天 迎接猴年的到来 宜兰县2016社区日历以五猴林门的版画当封面 我们的这个故事就是猴运奉 那取材啊就是这个猴子啊 他们在帮对一起的这个倾向 那么今来的地方 总共有价格 所以这个就有知习起来 那就负负林门的意思 12个月12个社区 共推出365个故事 要陪着大家度过每一天 我们今年的社区日历 除了跟艺术家结合 版画家结合以外 我们有12个 12个这个12个月 那12个月的话就有12个社区 然后12个社区呢 就会有陈女30个故事 所以你可以看到有300多个故事 在今年会呈现出来 所以它不管是从空间的 或者是地景的 或者是社区的故事 或是社区的一些特色 都或者是它的社区农业 很多都会在这个社区故事里面被彰显出来 社区日历就是社区最初级的一个扰动 那主要还是大家在为社区去写一个自己的列宿 带着自己的记录自己的东西 那为社区创造一些历史 人口社区为在三星乡最源头的 就是我们的南洋西最源头的地方 那三星乡最出名的当然就是三星葱 那这一次参理社区日历 我们最主要就是说 原来我们觉得我们人口社区 什么资源都没有 就发现经过一次盘点以后 哇 里面真的是卧虎长龙 而且里面真的是非常非常多的宝贝 这个都是我们所遗忘的 我们社区日历 苏西社区日历展现的是 封面是五月份的封面是 我们国小 我们说国小的一个 那个一百年的老术 可是他已经绝肌了 他已经死掉 可是我们还留存那个照片在 我们希望透过社区日历 能看见我们苏澳苏西社区的美好 我们五岩社区 今天有准备了教具有特色的 水火同源天然气所考出来的 那个汤阿嘎 然后请大家来分享 五岩社区是靠近东山河的 一个很美丽的社区 请大家有空一起来品尝 以兰县社区日历 今年进入了第15年 每年有12个社区 透过社区日历 让大家认识他们 而截至目前为止 已经有180个社区及社区人物 透过社区日历写下社区的故事 也让更多人看到他们的社区 以兰新闻记者黄文淑采访报导 让大家ja新闻